云用亮面木皮的新古典框架 衬托贵气的牡丹图腾 这是张静峰设计师 创造出专属于屋主的风格设计 但是新古典的经典语绘 对称以及轴线 要如何呈现在 这个带有东方位的空间当中呢 说到对称呢 在今天的空间当中 虽然它的新古典 是融合了一些比较东方的味道 可是对称这个精神是跑不掉的 不然这个空间就不会出来 有那种新古典的味道了 对 新古典很强调这种框 对称的东西嘛 那在餐厅的部分呢 它因为它会有四个面 那当中它串客厅的这个面呢 它是利用轴线来走 那我们的餐厅呢 一般会有所谓的餐柜的面 还有进厨房的面 还有所谓的餐厅主墙的面 那在餐柜这个面呢 它原本有一个限制 就是说它有一根柱子在 那个避不掉的 对 那是柱子的话 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柱子呢 做一个假的墙面 做成一个对称柱 对称柱呢 跟我们实际的柱子呢 那对称柱的部分 其实是变成是柜子的收纳 就是一个柱体 一个收纳 对 然后中间是餐厨柜的部分 对 所以往中间收呢 我们就会有所谓的 中间的一个端井柜 还有左右两边对称的一个展示餐柜 OK 这是第一个对称的墙面部分 对 那第二个其实 我们刚刚说在这个餐厅蛮多个面嘛 第二个面应该就是我们身后这个面了 对 那我们跟原本厨房的这个面呢 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那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呢 我们当然就是会有所谓的动线的问题 那我们取单一动线 左右两边做成对称的增甲门 对 那中间的部分呢 我们当起来的刚好是增甲门 好像可以往中间收 其实只有一片可以往中间收 我们用铁键 喷杀玻璃的方式来做 这样的一个图腾的一个开放的门 OK 那中间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不要浪费 就是说我们的中轴线呢 既然设计在这里 我们有某个展示的墙面在 那利用这个展示墙面呢 我们变成是一个火炉的位置 那这个火炉 我们用石材雕刻的方式来做 做成一个比较传统式的一个石材壁炉 那砍了一个可以真正取暖的一个壁炉 对 暖气 所以它打开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真的有火在烧 其实它是假的 是插电的 对 那这个轴线非常重要 就是说从餐厅的轴线一直带到客厅呢 我们带了两盏的水晶灯 对 那这两盏水晶灯呢 既然掉水晶灯 天花板一定要被拉高嘛 天花板我们去拉高的方式 在餐厅我们放的是圆桌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圆形的层次 对 去做上升 客厅的部分因为它非常的方正 非常的大 那我们又希望藏出该有的一个隐藏灯效果 所以呢 我有最近常用的一个手法 就是反锥形的方式 让天花板拉高 拉高的同时利用反锥形的造型 去藏 隐藏 间接光 对 两种不同感觉 间接光的方法 对 这边是一种嘛 那是另外一种对不对 对 不过真的看得蛮清楚的 有这样的一种走线拉上来 再对过来 其实我连天花板都有对中走线 对 那天花板被拉高 这是我们希望的 也是屋主希望的 那常常为了做所谓的建造 天花板被压低 这是不对的 我们利用反锥的方式 去把天花板给拉高 拉住的高度会很舒服 OK 好 我们已经看完就是一个对称的墙面 两个对称的墙面 连天花板也对称了 对 第三个部分我们要看 其实沙发被墙是非常经典的 就是新古典的精神 对 那因为这个面很长 从沙发被墙一直到餐厅主墙 它整个面很长 那这整个面很长的时候呢 它中间还有一个通往私领域的通道 那怎么运用呢 因为客厅的沙发被墙 它本来就很完整 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可以做出 所谓的对称的墙面 对 甚至于我们放上该有的一个闭灯 可是在餐厅这个部分呢 因为它有一个是房间门 还有一个是通道的破口 那利用这两个位置呢 我们当作是左右的一个对称点 那也就是说我们一边去做成隐藏门 一边做成拉门 中间的餐厅的主墙呢 它置放在中间 走一个自己的对称 所以左右再加中间的时候 变成它又是一个很完整的 一个对称墙面 餐厅的主墙就很 做出它该有的效果 所以我前半段是客厅的对称 后半段是餐厅的对称了 但这两个对称中间 还会有一个交接的地方 对 那交接的地方呢 我们就变成它是一个端井 我们当作它端井 那既然有端井 就会有所谓的端井台 OK 所以我们让大家看到 就是在今天空间里面 至少是四个墙面 它的对称性是做得非常好的 当然我觉得这个房子 还有一个棒的地方 就是三代同堂 我觉得公司领域分清楚是好的 因为毕竟我们有各自不同 年龄层的朋友嘛 对对对 那我想现在就请张设计师 带我们到私领域去看一下 OK 进来这间主卧室的时候呢 我吓了一跳 因为你能想象吗 这是一个八十几岁的爷爷奶奶 他们真的很时髦 而且喜欢像这样子新古典的空间 对 爷爷奶奶他们的确是很新潮的 一对老夫妻 因为他们喜欢的颜色呢 我们也都觉得说 超乎我们想象 对 完全都不老派 因为他们喜欢的颜色呢 就是带一点 虽然带一点金的东西 可是他又很能接受 像我们现在选了一个主色 在主卧当中的这种叫做 藕色的珍珠漆 那么这个藕色的珍珠漆呢 我们坐在壁面上也行 不只是在柜子 那除了这样的一个展示洞以外呢 我们有些壁面的部分呢 会带到一些所谓的图腾雕刻 那图腾雕刻呢 因为我们做喷漆的时候呢 把这样的藕色珍珠漆 带到的时候 让它有一个树色的 深浅雕刻的效果也很棒 OK 这感觉质感真的好好喔 对 不过我要讲的是 其实我个人对张设计师的了解 我觉得格局对你来讲 真的是piece of cake 是你的强项 就连今天主卧室 我觉得格局 是因为经过你的调整之后 才会这么好耶 对 那原本的一个主卧格局呢 我们觉得说不够大 那爷爷奶奶呢 他们又希望说 它的收纳是必须够多的 对 所以我在那个所谓的 寺房当中的客房呢 做了一个调整嘛 所以说客房 因为它是比较不常 有人住的一个空间 对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个 不采光的位置 对 对 那把主要的采光面 全部拿给主卧 所以本来客房的采光 我现在留给主卧用 对 对 那这主卧呢 看起来它就很大 那我们要切出几个空间呢 就是主卧后面我们还有一个 小小的衣帽间 那是不常用的衣帽间 我们可以左右对称的一个门 可以进去 在床头的后方 对 对 那空间蛮大的耶 对 那侧面我们还可以有一个 很大的收纳高柜 那这收纳高柜呢 我们希望说 不要只是收纳 他们可以放一些 他们的纪念品啊 还是展示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一个展示洞的 一个呈现 对 那比较特殊的是 在他们的衣帽间呢 他们觉得说 衣帽间的门呢 规规矩的必须关起来 所以衣帽间的柜子是有门的 对 对 那有化妆台 有爷爷的书桌 我们把它做成是一个 L型的一个位置 让他们两个呢 可以在那边 有共同的一个看书啦 或者是聊天的一个位置跟空间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间主卧室啊 不管是在设计的色系跟风格上 其实 不要说我们80几岁好了 我觉得 我觉得二三十岁到80几岁 都会蛮喜欢的 对 再来就是格局的这些区分 我觉得也是一个实用的设计 大家不妨可以参考看看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